《柳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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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棉堂》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很仗義 很愛的 賺錢超能力 敢想敢幹的 其實柳棉堂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很獨立 然後又很想要自由的這麼一個女生 前期的時候因為就不想被外祖父安排他的婚約 所以他逃婚去了養山 最開始寨主的時候 崔行舟的身份是華雅王 他們兩個其實對對方是那種比較可敬的對手 其實兩個人是勢均力敵 崔行舟和柳棉堂有一種宿命感 崔行舟意外地救下了生命垂危有失意的柳棉堂 誤認為柳棉堂是宿敵的蠢妻 所以才有了兩個人糾纏不斷的愛恨 所以才有了兩個人糾纏不斷的愛恨 家主為了您 舍了大半家財 將你給鬼的官方救命 所以他最開始只是懷著報恩的心 夫人您要從細房辦飯嗎 是啊 柳棉堂在失意期間 她的聰明和謀略也是無法被掩蓋的 面對頑固夫君催久 她沒有抱怨 反而找各種方法 各種門路地做生意 是一個非常有膽識的奇女子 她能在不同的環境下面生存下去 特別會扭轉困境 被商會的老闆們拒絕 然後她也一直在想辦法進商會 就像崔晴舟曾經在說的一句話說 你呀 就是一個不服輸很要強 然後吃不了一點虧的人 我覺得是的 其實崔晴舟認識了棉堂之後 慢慢地會生火了 會感受對方了 讓自己變得更有煙火氣息 後期的時候會比較堅毅和裹掘一點 靜毅找回來之後 她那個時候心裡很矛盾 她一方面又是對她喜歡 然後另一方面又受不了欺騙 對吳晴舟又愛又恨 這兩種極致的狀態達到頂峰 後期她也感覺到崔晴舟對她 是很堅定的選擇 你不是自助飛轎嗎 那我騙了你一場 你就不應該這麼輕易地放過我 在的地方 我該去的地方 兩個人一起去並肩作戰 為了自己的家 為了這個國家 其實她對我來說也挺重要的 因為在我進入朝堂之前 很長一個時間都是在仰山 其實她對於我來說是相互服務組 並且相互陪伴 然後使我們養生慢慢地 變得越來越簡單 我覺得跟她有點 就是價值觀和不合 既然你已經做出了選擇 你應該不是 王傳老師 真的在塑造 楚然就是我跟她也是之前認識很久了 她是一個特別大大咧咧的女孩 所以她很幽默 我覺得她特別簡單 特別單純 反正她聽得也挺樂 反正 一對一對的 你看你們兩個 對咱們倆是一對的 對一對的 她特別謙虛 她對於拍戲這件事情 她也是非常敬畏的 王楚然是一位很認真的演員 不交起 內心也很強大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她跟柳蓮堂在性格底色層面是有鏈接的 我們有看到她用心地揣摩和演繹 我覺得她完成得都很好 他人是不演麥 你也是不演麥 他人是不演麥 她的會分手 他人是不演麥